大家好,欢迎来到马丁讲美事 近些年,峨眉山的猴子的流氓已经是名声在外 而在加州,当地动物海塔也丝毫不逊于这些猴子流氓 目前在外网,一只海塔在加州圣克鲁斯海岸 奋力从冲浪者手中抢走冲浪板的照片正在疯传 甚至这个冲浪板强盗还成为了当地网红 在逃亡路上,坐拥万千粉丝 自上周以来,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 以及附近的蒙特利湾水族馆的一组野生动物专家 一直在试图捕捉这只五岁的水塔 因为他们说他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他们想给他做检查 然后把他安置在动物园或水族馆 然而却一无所获 而被动物学家称为八四妖的海塔 还在逃亡期间成为了当地网红 每天都有人来看看他在岩石岸边晒日光雨 在水里潜水和吃螃蟹的样子 蒙特雷湾水族馆的海塔项目经理腾景杰西卡表示 该团队在追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 其中就包括了恶劣的天气 而且八四妖的逃跑能力很强 他对于渔网十分警惕 而这份警惕让他持续逍遥法外 捕捉他的队伍还使用了戴尔的冲浪板 在过去的几天里 他已经成功上钩爬上冲浪板了好几次了 但一旦野生动物官员 拖着在着他的冲浪板靠近科考队的船 他就潜水跑了 如果您也有机会来南加州 您选择怎么和这小东西斗智斗勇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想法 这里是马丁讲美事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